因为我自身主要在两个区域生活 一个是在山西 山西是能源的地方 我在90年代时候 也开始关注到雾霾的问题 但当时还没有雾霾这个词 只是觉得空气变得很糟糕 尘土飞扬 然后每天人们生活很不方便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北京生活 特别是冬季 这个雾霾的确是困扰人们的生活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对这个问题一直是比较关注 做一个公益片 公益广告 那对我来说 我就希望能够对这个创意 有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新的想法 看看能不能跟广公司 还有跟绿色合并这边达成一致 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改造这个创意 就把它变成一个旅途 实际上变成两个家庭的旅途 那一个家庭呢 他们生活在这个能源这个为主的 这样一个中型城市 那另外一个家庭生活在北京 那显然这是两个就是生活区域不一样 甚至这个阶层收入背景都不一样的家庭 那在这个河北的部分呢 是这个一个矿工的家庭 在北京的部分呢 是一个服装设计师跟画家的家庭 就不管大家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实际上这个人物的设置呢 就是强调面对雾霾 人和人是没有区别的 它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也是借此来希望能够全社会 都来增强这个环保意识 然后关注这个雾霾的问题 从而进而将来能够解决它 虽然是一支很短的片子 但是我们仍然调度了这个 用拍电影的方法这个步骤呢 就是完全像拍一部电影一样 前期呢我也去到这个北京周边 河北去看景 那么在看景的过程里面 实际上就是接触到 那个各种各样人的一个过程 那比如说我们去了石家庄啊 去了邯郸啊 去了邢台啊 那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也是最让我震惊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即使在雾霾降临的那些日子啊 就是天空气不太好的日子 人们人员在自然的生活 那比如说PM2.5已经到了两百三百了 然后整个空气都是乳白色的灰色的 那么就是广场舞照样在跳 年轻人照样在玩 然后在跳舞 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生活 另外一方面呢也比较悲情 就是说你看这个空气 大家都得带口罩出来了 那边那个阿姨还在吃油条 然后那边大妈们还在跳舞 这边小孩还在踢足球 还在翻跟头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空气质量 跟人的自身日常生活里面的一种 生命力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所以在里面寻找诗意 实际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 也是一个很难度很大的工作 对就我当时我就跟同事 我说我们要拍一个感人的片子 不是一个吓人的片子 首先我觉得这种陌生感 并不会太大 因为这个雾霾的产生 它跟工业生产 跟整个社会的经济的发展 它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那这些发展的阶段 我觉得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那比如说英国也经历过 日本也经历过 那它是一个 只是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 那所以从这种共同的记忆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是全球的一个快速发展国家 经历过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 都有这种记忆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会有更广泛的人群 来理解这件事情 再一方面呢 我觉得这条片子本身 我觉得它在美感上 美学上还是有一种打动人的气氛 然后人们通过这个片子 可以身临其境 就是好像站在那个空间里面一样 所以我并不是太担心 这里面这个片子 跟不同文化 不同地区的观众 有太多的隔阂感 而且它也是一个 全球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我们有十几亿人口 它任何一个问题 都是国际性的问题 因为你有这样不要 那么多一个问题 我可以打算这些事